他每天都在陪我放羊啊 还有喂猪啊 这些他都干 对呀 真的 变好了 难道我还要怎样 我一直都在那 以前那时你只是偶像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被爱情蒙骗了眼睛 你知道吗 我什么玩意儿 被爱情蒙骗了眼睛啊 我蒙蔽了眼睛 蒙蔽了眼睛 对 哪个爱情啊 你给我的爱情啊 你什么爱情 你自己心里面有清楚 当时是什么情况 我当时有多好的人 我对你好是不是 你该来的时候 我是不是先给你招待饭 是我请你去我妹家吃饭的 你都我做的那些好的 你就不见你费 你要记那些 记某算品那些 你就记住那些 什么都不懂 那要我还你多少钱 你那顿饭 两千够不够 我的意思不是让你还 我意思是你要感恩 要懂得感恩 又怎么样那样子 我感恩你 但你一直损我 你几个意思嘛 我感恩你对不对 对 不是 一个事情的话 不出现 不出现某种情况的话 就不会莫名其妙的 就是点了这把火 你没明白 不明白 意思就是说 你不做一些 就是乱七八糟 或者是让人不人直视的事情 我会这样掏你吗 我有这样掏过阿家吗 是吧 我有这样损过任何一个人吗 就唯独你 你做的真的是太 我都不想跟你讲 不要跟大漂亮说了嘛 是吧 大漂亮现在都变好了 你要去教育他 知道不 我教育他 他又不是我亲戚 他又不是我谁 我教育他 他真的变好了 我公司里面的员工 我都教育不了 我还教育他 我教育个黑熊怪干嘛 是不是直播间的所有哥姐姐们 对不对 我教育他 他以为他顺不过我唐生 我教育他 三只手 没有他现在改了 哥哥姐姐们 他现在不 如果没有经过别人同意 他就 他不拿别人的东西了 是吧 所以你看 薄熙暴露了 暴露了 马上又暴露了 来了来了 暴露 哎呦 你看这眼神真的是杀人的 眼神真的太吓人了 真的 每年见人了 只有一半年了 你看直播间的哥哥姐 他每年见人了 就只有一半的年 你看 一会儿回去 我就把你送回去啊 OK 我需要你送吗 我自己想回去 等我自己可以回去 没有人家 真的是 要不要把他送 谁要坐你的车 让他在这里玩着吧 没事的 我一个人也无聊 没有哥哥姐姐们 大漂亮啊 我不知道以前 他做了什么事啊 但是他现在 确确实实变好了啊 他已经改了很多很多 三只手 不不不 现在 现在的话 不是三只手了 他不会了啊 真的不会了 三只手是什么 难道我是残疾的吗 我怎么有三只手 我只有两只手呀 我只有两只 我哪里有三只的吗 你们哪只眼睛 看到我有三只了 哦奇怪说话 说话都不会说了 还是眼睛有问题了 还是怎么的 你们什么三只手 哦 你见到有人 有三只手 我都还没见过 有人有三只手呢 我只见过 有人有这个拇指 有两只拇指的 没有 各位姐姐们 你们也不要骂大漂亮了 大漂亮现在 确确实实是变好了啊 然后呢 嗯 我们不是骂他 我们敢 敢话他嘛啊 他现在差不多了 已经 真的变好了的 不是他们说三只手 阿姐姐姐 你见不有三只手的吗 他们好奇怪哦 三只手是什么 你这只有两只手 要拿来的三只手吗 那 你不是变成怪物了都 没有 他现在 他前段时间 他自己都找了一个工作 当服务员 然后都 发了两 几个月的工资啊 两个月 嗯 他都上班 然后上了两个月 然后他那个就是 你上班那你不要人了 是不是 嗯 他说不要人了 然后他 人满了呀 人满了 他就回来了 然后我们 因为我们下个月 就要过年了 过年了之后 过年他就要回去了 对呀 马上就过年了 还要上个班 对 所以他一个人在家里也无聊 所以前天 他大前天 他就来找我玩了 你看还有人说大片蓝很美 是吧 我一句 我本来就美 就是有些人 以及瞎耳朵 看不懂我的美 这样的奇怪 话都不会说 打字都不会打 还杀一几手 大片蓝最近天天在干活 所以的话就把它晒黑了 就应该都黑了 不想要 不不不不是的 哥哥姐姐们 他们就是 老板都很喜欢他 因为老板说他很勤快 他跟我摆的 谁老板喜欢他 就大片蓝老板都说 大片蓝老板喜欢他对不对 我不信 他肯定又勾搭人家老板 怎么可能你不要乱说嘛 是不是啊 直播间的时候 哥姐姐们 大片蓝肯定就是 又是去勾搭人家老板 我怎么去勾搭吗 你告诉我怎么去勾 你怎么勾对不对 你想尽办法 我应该是这种 老板喜欢我是 因为我很勤快 而且我每天都准时上班 你很 动不动我还打扫一下卫生 你很勤快 勤快是什么意思 很勤快 勤快对不对 你说勤快就可以了吗 你给我搞出一处勤快 天呐 天呐 这个人 阿贼你不要给大片蓝洗了 大片蓝好不了的 知道不 这是 这相当于就是 一种病了 病态了 知道不 嗯 想多了 治不好了 他真的变好了 反正我是不信 你们你们聊 我上个洗手间 哥哥姐姐们啊 大片蓝确确实实变好了 变好了 所以你们就 不要再那个了 不要再骂他了 你干嘛我上洗手间 你干嘛 跟着来 你什么意思啊 我上洗手间 你干嘛呢 不是你干嘛什么意思 你自己在急不急说什么 我上洗手间 你别跟着来啊 你什么意思 肯定又偷东西 不要他了 没有没有 应该没有的 应该没有的 没问题 你看 我上个洗手间 他就跟着来 你以后他要看我 别 不许偷看啊 干嘛呢 别得谁叫你乱说话的 别偷看啊 谁会看你 搞笑死了 哎 阿嘉姐姐姐我跟你说 我那个偶像他好自恋 就是你那个前夫 好自恋啊 我跟你说 真的他 他就是喜欢 没有 你不用理他 你们有没有发现 家人吗 我觉得我偶像真的好自恋 哎 我叫他偶像他 以为他真的是个偶像细胞了 怎么样 真的好自恋 我本来想出去 擦个笔涕的 结果他说跟着他干嘛 我又不是跟着他 好奇怪啊 哎真的 阿姐姐姐 这种男人 你千万 不要跟他在一起了 我觉得这个男人 一点都不靠谱 满嘴都是黄话 你刚才看到了没有 你是知道的 对不对 我们两个最近在一起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是知道对吧 他刚才说 我多坏 多坏 我以前怎么怎么样 他还纯了安心 他为什么这么不喜欢你了 他这个男人就放戒 以前他是喜欢我的 然后我之后说 我们两个不合适嘛 他就 他就 我跟你说 他就 是这样吗 哥哥姐姐们 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报复性 他已经追我 报复性意思就追不到我 想把我回掉 然后在你面前 我说有多坏多坏的人 他 他是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迷迷 我什么都没做 为什么他一直在损我呢 他就实际上得不到 就想回掉 对不对 家人们 哥哥姐姐们 家人们是不是这样子的 他以前是追我的 他喜欢我 以前我是天天化妆 长得很好看 然后他就喜欢我 喜欢我的不得了 然后每天就从我家 我家跑 然后他不好意思跟我表白 然后说我喜欢你妹妹 怎么对 其实不是他想通过我妹妹的手 然后想追到我的 他又不直说 然后他你知道吗 所以他现在得不到 他明明知道 你看我来你们家 对不对 他又来你们家 他是不是可能我走的 我是不是先来的 他后来的 你是不是说有问题 然后现在又找这个 说想找你复婚 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这种男人真的满足的说谎话 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都已经看透了 但是我之前跟他在一起 我跟他认识好多好多年 他没有骗过我 人会变的吗 人会慢慢的长 他都不会说谎的 怎么可能 现在是什么时代人 都会骗人了 长大了 他都会那种 就是环境改变了一个人 知道吗 你不信 你可以位置不借的 叔叔阿姨妹 对不对 以前都要喜欢我的不得了 他每天都大骗了 他大骗了 其实有时候他给我发信心 我都不回呢 真的 他们说 哥哥姐姐们说你吹牛 我没有吹 你们相信我 真的 你们就跟我阿嘉姐姐说 他一直过来说 找我阿嘉姐姐复合 怎么可能复合吗 他这个人 哦 他以为他是 他以为他是谁哦 他算什么 不说 他把我搭成什么了 对不对 他以为我们所有女孩子 都跟着他走一样的 搞笑死了他 这种 真的阿姐姐姐你听我的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性格 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从来不会跟你 在里面一起说过假话的 真的 我还是相信哥哥姐姐们的话 好多人 你看好多好多 他们都被他洗脑了 我以前认识他 他也不会洗脑呀 会洗脑的 他们都被偶像给洗脑了 因为我一直叫他偶像 他以为他真的是个偶像 所以很了不起的样子 你不要相信他的话 以后他跟你说什么 你都不要去听 你不要从他的嘴巴里面 听我什么什么的 他都是假的 没有就是实话的 真的 我已经开拓了 我以为他以前是一个很好的人 结果现在慢慢的翻信 送给我都不要了 我觉得现在这种男的 你不要跟他在一起了 喜欢你的人还多得很难 我们没有在一起啊 没有 我们现在只是朋友 朋友 以后他来这里 我们就加巴意思的 就说好的好的 欢迎啊 就那种 表面上客气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给他饭吃 就把他轰走 怎么能这样呢 不信 因为他什么都不是呀 这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我跟他的话 你也知道我们现在 你不懂 是亲戚 就是 他看你单纯想 又想骗你 我没有什么他可以骗的呀 我什么都没有啊 他想 肯定呀 他想把你 骗到手 然后把你放在家里面 然后他想去外面玩 他找另外一个人的话 那个人肯定会管着他 你的话 老老实实的 把你骗到手 以后你再讲 没有啊 我跟他离婚之后 他都没找过女朋友 哼 我都知道好几个 我都知道好几个 你怎么不相信 他说没有啊 然后他亲戚也说没有 对不对 家人们 是不是我说的对 是不是他以前找过好几个 他以前为了一个女的天天 天天往山上跑 对不对 对不对 他以前都是为了一个女的天天 往山上跑 啥事也不干 哥哥姐姐们说你胡说八道 我没有 对不对 他以前是不是为了一个女的 一直往山上跑 你意思就是他很花心是不是 很花心 他事事不干 每天都往山上跑 哪有一个大老板天天往山上跑的呀 他不是在这里做工地吗 他有工地呀 但是他没有工地 他也往山上跑呀 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两个还没有认识 以前 去年千年了多 千万不要相信 对吧 家人们 所以我好像这个男的真的 不靠谱的 哥哥姐姐们说 大漂亮 放屁 他说你再放屁 没有 没有 真的 我说的是事实 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 大妈用这个眼神看我 没事 没事啊 家人们对不对啊 你们都去了吧 对不对啊 家人们你们都去了吧 家人们你们都去了吧 对不对啊 你们那边能不能穿 有没有穿厚厚的衣服呀 你们家这个洗手间是露天的呀 那你坐吧 嗯 那你坐吧 嗯 你坐 你坐吧 你不要干嘛 姐姐你坐这里嘛 他不坐的呀 没事我去弄点香蕉 露天的 哼 唉 大盼人放屁了 什么个什么 我没有 你能不能 像个女孩一样 你放屁你忍着知道不 阿妹一直有规矩 女孩放屁得上吊的 以前 我没有 是吧 直不见了 哦不是 直不见了哥姐姐应该不知道 女孩 要像个女孩一样 你不像个女孩 你黑不露球的 唉 大盼人 大盼人胡说八道 对不对 大盼人说了什么 直不见了哥姐的吗 我没有说什么 对不对 直不见 直不见说什么阿姨 大盼人说我坏话 我在 没有啊 我在好好聊我的话呀 挑拨你间 没有 你坐着坐着 来过来 没事你坐着 我在这里站着嘛 没事 可以我问一下啊 大盼人说我有 几个女朋友 挑拨你间 大盼人骂我 大盼人说我花心 大盼人说我 你爬的 你说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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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说什么 她没有说什么 你吃过气皮了吗 什么意思呢 我没有说什么 你是不是在阿山面前说我有几个女朋友 我没有 我哪里哪里哪里女朋友 我什么时候说了我没有 你不要乱扯了不好 你指你的脖子 你过来干嘛嘛 真的好奇怪哟 我哪有说 他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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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有 真的是给你了 他开玩笑的 你好奇怪 我什么好奇怪 你不是你说的吗 我没有说 我说什么嘛 我嘴巴咋在我的嘴巴里面 你还管我说什么 什么 莫名其妙的 你先口皮皮的了 起皮了 你吃货 莫名其妙什么呀 你怎么把皮带都弄不来了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这说了吗 莫名其妙的 她说了对吧 什么说没说 我没有 阿家你把大漂亮赶走是不是 她后天 她后天就回去了 因为快过年了 她快过年了 因为她的话 她爸爸妈妈也在外面打工嘛 所以的话 她就说她一个人在家里害怕 所以在我这边待几天 她又走了 最主要你相信大评论说的话 那不就对了吗 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走的时候 我直接把她 我直接用这个皮带 就是把她给整走 我知道她就是嘴巴 行不行 但是她心地还是挺善良的 心地善良 对啊 对啊 她今天还帮我们那个 就上面那个奶奶 还帮她割猪草 割猪草 她是不是看到人家奶奶家里面有鸡蛋 没有没有 真的 她今天还帮她割猪草 你看她又去翻你的东西去了 你看 你搜一下搜一下 一会儿我肯定要把她带走 所以的话她去翻 翻成家阿家的那个房间里面的东西了 我 没事啊 她不会拿的 她偷吃了 她偷吃了 你看 她偷吃了 你看 她吃正常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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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你不能乱摸人家的包包 不是 这不是房的吗 那必须房 不会拿的 他拿的话早就拿了 他不会拿我的东西 他给我搞这个出真的 乱七八糟 你吃 你光明正大吃吗 你怎么跑到人家房间里面去吃 没有 买了 今天不是去赶集了吧 早上去赶集的时候 买了一点饼干 那吃了 吃的话 你就光明正在这里吃吗 怎么 像那个他 直播间的歌节目 我看到他是这么拿了 以后就往这房间里面跑了 我以为他拿了什么东西了 太吓成了 是这人真的 没事 你光明正大的吃吧 是啊 你拿这吃没关系的 咋的 你害怕你老板看到你 你老板 老板看到你 老板看到你 怎么的 你看吧 你吃 你就拿过来吃就行了吗 是不是 我不是你吃 还有大破了 你